其實這樣啦 我就直接講 剛好看當時要去住院 是我決定的 我是真的有看過病人 那薛瑞瑩是只有看過電視看到病人 所以 阿月田他是婦產科 我是急中症外科 所以還是大家應該相信我當時的判斷 要去回應這一些紅衛兵的話語 也搞得我身心俱疲 我覺得任何特別的專業都應該給人尊重 都不應該以趾高氣氧的態度 對任何人都是這樣子來歧視任何行業 或任何各方面的認真工作的人 給予批評 這個是這樣啦 其實不用當時去講 其實這樣啦 我就直接講 剛好看當時要去住院 是我決定的 因為我看他當時的狀況 這個是這樣啦 醫療上有很多考量 但是在這種公開場合去講人家的病例 不過是這樣啦 因為是這樣啦 我是真的有看過病人 那薛瑞瑩是只有看過電視看到病人 所以阿月田他是婦產科 我是急中症外科 所以還是大家應該相信我當時的判斷 而且如果住很多天那是不對的 一天就出院那是OK的 因為就是給他 有時候我們英文叫reset 因為他那種極度厚弱狀態下給他 其實我跟你講齁 要在急診 如果是像台大這種 很不願意不讓他住院就是躺在急診一天兩天 不過老實講齁 一般要在急診躺一天你知道齁 特別是立法委員太困難了 就是會很多干擾 所以這很多考量結果才是說那你去住一天 那就趕快出院 第一點齁 像這種事情你知道齁 老實跟你講台北市長連知道都不知道 因為這種label太低了你知道齁 是聯合議員他們要開個助理缺 這個低的我完全不知道 我想是這樣啦 我也是 這個層面應該是聯合議員他們自己要去處理嘛 是又是不是又不是嘛 依法任用又 但是說齁 無限上綱這個就太嚴重了 老實講這件事我連知道都不知道 這個齁要去回應這一些齁 紅衛兵的一些話語 也搞得我身心俱疲了 所以改天我會找時間去請教我們的科大市長 這位急重症的醫師 看看讓他來決定 決定這兩個字 讓他來決定我是否應該要住院打點D 所以還是覺得他有濫用到醫療資源 這個大家自有攻斷 好 謝謝 這都要經過持續的溝通 那政府的政策一定會是公開透明的 那我們這個決議是不執行的 但是往後這整個體系的建立還是需要的 因為通過了醫師法的修正之後 我們還有很多的執法規必須要去訂定 那在訂定這些執法規的時候 也許就會牽涉到所謂的這些名額的問題 那這個在定執法規的時候 我們會跟各方來做協調 如果我們可以承諾的是 國內牙醫學系的學生的權利一定受到保障 那一般說這個部分有被一些外地人士說 是不是在幫陳時中部長拆帶 這個立法院通過的法律修正案 跟這個陳時中前部長現在要競選 一點關係都沒有 本來這些就是要做 那指揮中心有退場的時機嗎 這個還目前來看的話還沒有到時間 那也沒有辦法去預測說一定是什麼時候 要等到新冠降到第10倍才會進行 沒有這要看啦 這樣疫情的發展還有指揮中心的功能 是不是都他的任務都已經完成才能夠決定 剛剛連續剛剛的部份議事的部分 國內有多牙醫部 但是修法認為說大太方便是 那民眾就義的權利也很可憐 那三方的關係如何去批評 這樣子講是跟事實剛好顛倒 這一次修法是把後門擋掉了 所以不是大開方便之門 是把後門擋掉了 那現在要處理那些不溯及既往的問題 好 謝謝 謝謝 好再來院長晚安今天台視跟今天是要詢問 院長批評蔣孝顏收台商的錢幫台商喬禁款 被法院認證 但蔣萬安反擊說官當月大女兒表案接得越廣 那院長會不會覺得蔣萬安在閃避問題 是蔣萬安在選舉 我沒有在選舉 蔣萬安的爸爸收台商三千萬 在中國當買辦喬禁款 收錢不辦事 還跟台商打官司 這都是法院認證的事 外界因此質疑 如果他當市長 他爸爸會不會越喬越大 他應該正面回答外界的質疑 不必轉移焦點 我女兒的公司在國外一再得大獎 他是民間公司的合作 合法也沒有去參加任何政府的標案 他不必蔣萬安不必歪樓 那再來華氏跟三立要詢問 院長有說不會放寬波波亞裔的實習名額 但亞裔團體今天還是到立院抗議 那說不信任政府 請問院長的回憶 以及外界解讀院長 這是在幫陳時中部長清理戰場 那院長怎麼看 當初要關門的就是政府提出的政策 而是在立法院決議的時候 國民黨還提案要增加名額到300人 是現在被外界指以後才收了回去了 政府正好可以藉這樣來把 維持原來50個人的名額 那再來三立要詢問高宏安日前住院 那薛瑞爾部長說若不符合住院條件 而住院有濫用醫療資源的嫌疑 那柯文哲諷薛部長是副產科 那院長怎麼看 我覺得任何科別的專業都應該給人尊重 都不應該以趾高氣養的態度 對任何人都是這樣子來歧視任何行業 或任何各方面的認真工作的人給予批評 而台灣真的醫療資源非常寶貴 很多醫院很多診所很多需要就診的病患 都要大排長榮 如果有人因為身份耍特權沒有需要卻浪用醫療資源 確實是應該接受社會的公平 也不要濫用醫療資源 才是政府的期待 好 院長謝謝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